歡迎繼續收看南島新聞 到底來關心地方的大小事? 月經期間,冷藍天庫,大人的討論也受到影響 所需要的民進部主是相對來貼心 但當時,我們問考慮下 知道累生基金費,南島本事不所 付度和照顧,顧案不足 因此,25號再起,就特別來跟民間鄉 貫賺十八塊 提供安貸家鄉以及利區家鄉的 和利董、少年、戈賣民生以及風雨霧主 台中期,我們問呼倫社社長 劉主持,代表社團,冠軍十萬塊 讓累生基金費,南島本事不所 累生南島的主人丹恩兜 也代表基金費,費政感謝鄉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買到防疫的物資 來幫助我們這群受包的婦女和兒少 那當然未來呢,我們也期待 這個只是剛開始,這是一個炮磚引玉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在利新的服務上面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尤其我們在今年年底,我們即將在民間的女兒館 即將要落成 我們還有許多的裝修的服務 許多的交通 甚至我們孩子需要所有的這些日常用品 教育用品,有很多的需求 我們還是期待我們真的是社會大眾 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幫忙和支持 雷昕金費等級關懷以及救助受到性侵 家庭保隸,頂著社婦女和其同少年 尤其南島官,較多平衡所在 雷昕的南島分數不足 要安地照顧這些國安 需要不足,主要主要和金費 以前期間主要資金給欠款 南門福倫社才特別上海高南島 南門福倫社今年的服務計畫 就把這個對利新基金會的一些贊助 列入我們的今年年度的服務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大家有錢出錢,有利出利 用一個很小的火花 希望能夠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也自己期許 將來這個南門社的服務計畫裡面 有一個延續性的 不是只有今年,明年,後年 我們希望持續的對利息基金會 有一個實質上的一個幫忙 這幾年來,家庭保隸 親密關係保隸上狀況越來越多 雷昕金費,除了希望國界 多多協助金費主管 也還會來關心相關議題 支持這些俗世婦女和其同少年 記者現時常報導